现在是这样子 因为俄乌战争打到一段时间之后 俄罗斯真的面临到没有兵的窘境 但是因为他向外募兵也不顺利 所以他出了几个奇招 第一个奇招是什么呢 向盟友国征兵上战场 先给你16万 这个叫签约金 签约金完了之后 在一个月领6万 实际上这是非常好的收入 那目前他们根据英国的情报 俄罗斯他现在 在扬美尼亚和哈萨克大达网路广告 所以就讲了这上面这个奖金 那现在其实在他旁边 有很多像白俄罗斯什么 也在进行联合军演 看得出来就是 他有像盟友国去征兵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征兵方法 你好好征兵嘛 没有他用人蛇集团来征兵 招募古巴佣兵 这太扯 古巴佣兵OK啊 那你让古巴人过来嘛 签约16万 不是不好意思 透过人蛇集团 去走私人口 走私人口 先把古巴的人走私 先走私到俄罗斯 他们以为来打工就是打仗 打仗对 然后在俄罗斯境内 把他们变成兵力 然后去打仗 所以这个古巴政府生气了 古巴政府想说 我们古巴的 我们古巴自古以来 我们就是不愿意去当佣兵 也不介入俄乌战争 结果你俄罗斯 你用这种方法 让我们古巴人去打仗 这搞什么 所以古巴政府非常生气 好那除了出兵用怪招之外 你说打仗也用怪招 乌军恶军各出其招 地雷化身轰炸无人机 加上用车子轮胎 掩护轰炸机这哪招啊 我跟你讲 这个乌克兰这个真的非常厉害 他把地雷 地雷本来是埋在地底下对不对 这个对 对对对 这个橘色是地雷 它是地雷 它让它升空了 太强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地雷你一般 你是埋在一个地方 你是守株待兔嘛 你是等人家过来 然后爆炸嘛 不够激动 我们现在要把它变成飞弹 那这个炸弹 这个地雷是什么呢 它是TM62反战车地雷 然后它的重量呢 有9.5公斤 然后可以含有7.5公斤的炸弹 那怎么让这个地雷飞起来呢 就它用那个无人机 直接用无人机 然后把它 把它飞起来 然后无人机是第一视角嘛 它可以直接主动去找战车 就把那个地雷变成飞弹这样 把那个战车就炸烂 还是丢到战车前面 让战车开过去 对对对 对对对 补充得很好 所以 而且你知道它的无人机啊 也不是只有这样的改装 它还有用一种就是 农业用的无人机 农业用无人机就是 八个翅膀可以洒水嘛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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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点脏脏的 这不是灰尘 他发疯了吧 他在翅膀上摆一堆 这种小轮胎要干嘛 摆轮胎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要干嘛 但是一般的预测是想说 是不是有无人机经过 丢炸弹的时候 打到轮胎弹出去 然后就可以保护住这架飞机 所以现在一般的战略专家 全世界战略专家 都在研究轮胎 研究轮胎对于记忆的保护力 但是目前结论是 尚不清楚这种保护举措 是否有效 对这真的太奇怪 反正大家打仗 打到最后就要出怪招啦